知名航空專業評鑑網站15號公布 2024年前25家最安全航空公司排名 紐西蘭航空公司奪下排行榜冠軍 去年幫手澳洲航空則退居第二名 維珍澳洲航空公司名列第三 台灣的長榮航空則排第14名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去年10月裁定 蘋果兩款最新智慧手錶 侵犯一家醫療技術公司的 測定血氧含量專利技術 外媒報導蘋果你移出部分 Apple Watch型號的血氧偵測功能 以規避進口禁令 中國正面臨自1998年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漫長 最嚴重的通貨緊縮 但母經濟學家指出 在經濟陷入衰退下 需要數年的時間才能恢復 而且中國依靠出口來解決經濟問題的時代 已經一去不復返 馬自達準備加深與豐田之間的合作 藉由豐田的電池技術 2030年之前推出8款全新電動車 日美指出馬自達新電動車的車載系統 將有90%都和豐田共用 將大幅減少開發成本多達8成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於是為了 今天的內容是希望